请讲 我叫朱年美 你用不着讲名字了 你看都城只要讲属什么的 几几年的就可以了 我是40年 1940年出生 属什么 属农 你想看什么 我想看看我的身体 好 你不要讲啊 我帮你看一下啊 嗯 老妈妈你的腰很不好 是 嗯 还有 老妈妈你要记住 你血压有点高 心脏胸闷气急 有时候早上起来手还有点发麻 是 但是我的血压是不高 但是心脏是不太好 对 你要记住 你血压高的时候你不知道 你一定要保持心里的平静 你很着急 你脾气很急的一个人 是 谢谢 谢谢 因为我看你这条龙在这么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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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上窜下跳 所以你这个人很容易管事 是 爱管事 哈哈哈 那个老妈妈你要记住了 你还有一个问题 你关节不好 是的 嗯 嗯 嗯 你呢 人倒是不错 嗯 但是你对人家好呢 人家不会回报你的 因为你上辈子欠了人家很多 所以这辈子你就算对人家好 人家也不会对你很好 那没关系 哈哈哈 不想人家的回报 好 还有一个地方要记住 你睡眠有点问题 睡眠不是太好 嗯 有时候睡眠不太好 嗯 你要多喝水 对 而且你要泡脚 我在讲 你看你这么大年纪呢 但是你的 你有这个痣疮啊 痣疮不好 嗯 有的 很年轻的时候就有 还有 你现在呢 有一点点 忧郁 因为你经常不开心 经常觉得这个事情不顺利 那个事情不顺利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你身上 我看 刚刚在龙的图腾上 看到有个小孩 你可能年轻的时候 钓过孩子 有的 所以呢 你要把这个孩子如果超度掉 就好了 你能不能念念经 把它超度掉 这个孩子超度掉之后呢 你会越来越顺利 而且呢 你也不会烦恼 因为你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经常 无名火 无名火 就是莫名其妙的 很不开心 是的 老妈妈 问题不大 你只要念小房子 大概要四十九章 台长可以 可以叫你看到 你过去钓过的孩子 到梦里来 到梦里来 你可以看到他 好的 好吗 好的 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还想问一下我先生已经过世了 叫什么名字 龚文心 姓董 龚 龙 龙共 第二个什么字 文化的文 龚文第三个呢 新旧的心 哦 很好的一个人 个子挺高 人是受刑的 是的 非常好 他现在在天道 在天上 哦 那猜好了 我告诉你 你先生 非常有文才 而且在家里 弄得很干干净净过去 是 他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一个人 他很听你的话 你是不是很对 我现在看到他很好 人很好 满脸红光 他现在唯一的跟我讲的 就是叫你不要太着急 你的心很急 他说你过去 他活着的时候 你就很急 现在还是很急 你要好好念心经 以后就不会急了 好啊 好不好啊 好啊 好吧 老妈妈 他现在挺好的 所以你用不着记挂他 他说 他来看过你几次 你做梦应该做到的 嗯 好像记不住了 我就一直想做梦 做到他 可是一直没有做到 八个月之前 八个月之前 就是去年的 现在是五月份 是吧 就是去年的十月份 左右吧 他说他到你梦里来过 来看过你 你应该做梦看到他 可是我一直想 一直想见到他 没见过 他死了好多年 因为他在天上啊 你如果真的要他看他的画 你好好给他烧四十九张小房子 我可以让他在一个月当中 让你做梦看到他 好 好了 等你做梦做到了 你就去告诉我们共修主了 好好好 然后你就去多多的修心啊 多帮助别人了 好不好 谢谢 好 好